好,请曾主委 风委员你好 你好 这个 老农民 他这个 我看这个财产上比较有问题的 大概就是没有子女的 单身的 单身的,还有呢 这个关节比较低的 士官或是士兵退伍的 比较那个 原则上大概是单身大概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阶级大概是 阶级比较高,他都有结婚 所以有子女比较好处理 所以我刚才讲就是以单身为主 像这种情况我请问你 这个诉讼 你们是用谁的名义来诉讼 以我们管理机关人的名义 还是用 就是他是遗产管理人 对,管理人 那个原告那边写什么 原告 譬如说被告原告 他诉讼 我们写单位机关 叫做什么 单位机关系 原告 什么机关 譬如这样 就是我们如果是荣服处或是荣家 荣民之家 对,荣民之家 他还有一个法定代理人呢 法定代理人有 反正用你们机关的名义来诉讼 是的 不是用退伏会的名义 不是不是 下面管理机关 因为这些钱不在我们辅导会管 现在有个问题啊 就是像 不动产比较难处理 我觉得 是的 很难处理 有利遗嘱的 有利遗嘱的 你怎么要处理呢 有利遗嘱的 原则上啊 如果遗嘱判定是真的话 我们就按照 你们来判定吗 没有 又是法院了 不是 我们这人过滤 如果是这个遗嘱是真的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大概就会按遗嘱来处理 但是如果遗嘱我们认为有问题的话 你们现在采取的遗嘱大概是哪些遗嘱比较多 看到的 都是代笔写的遗嘱 代笔遗嘱 是的 那么密封遗嘱从来不用 密封遗嘱都没听过啊 不是小密封 密封 密封起来遗嘱 没听过 好 没有 没有这样用过 公正遗嘱有没有看过 公正遗嘱有 应该公正遗嘱是比较 比较恰当 我们现在要求要不公正 那字数遗嘱看的 就自己写的那种呢 对 现在这个代笔遗嘱 或是说这个 这个口受遗嘱等等 有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的 如果继承人帮他写的话 有没有效力 谁 继承人帮他写 继承人亲属关系都不能写这个 所以你要不要认定 你要怎么认定呢 所以我们 我们如果有亲书表 可以建立 有资料可以查的话 我们查到的话 不然说你首先要去查他的亲属 对 要去调他的这个 资料 资料 子女啊各方面呢 是你们替他调 因为这个是单身农民啊 就是说我们平常 我们希望都建立 不是单身的话 就是你要查到到底有没有 你搞不清楚嘛 是的 但是人民也可以在外面生小孩啊 那就很难查了 所以不诺查我请问你啊 那个报纸有灯啊 这个有一个老农民啊 他307万搞了三年多啊 才交给这个家福中心的 彰化家福中心 这是怎么回事啊 跟委员报告 一个这个案子哈 当初在93年这个农民过世了 过世以后呢 到公告三年 96年到底 我也90年刚刚三年完了以后 要处理的时候呢 有一个自称是他弟弟的 是他弟弟 包弟 是继承人 继承人 说要回来 要把骨灰带回广东 那有的这个人案件一出来以后呢 我们三年以后 我们就不敢 不能马上处理了 那你要怎么处理 那我们就 他是现金 他是现金吧 对对 现金这么难处理吗 你按照民法上规定 他这遗产 虽然是写了遗嘱 也不可以完全按照遗嘱 这东西去处理 后来有没有疏失 你认为你们处理有没有疏失 我们还是有点疏失 什么法院疏失 就是刚才我们没有跟法院那边 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因为当有这个计程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要跟法院那边去查证 去让他有一个公正的立场 来看这个人是不是他的 你什么叫做法院查证 诉讼啊 我们是提供资料 那是诉讼的意思吗 也不是诉讼 那是什么 就是查证这个人 是不是他的亲弟弟 法院 怎么叫法院给你查呢 我们 你什么诚信嘛 你叫什么诚信 非诵事件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人 我们感到很怀疑嘛 不是 你要叫法院怎么给你查呢 就是继承人的确认 继承人确认 就是确认技术嘛 就是诉讼嘛 对对对 身份确认嘛 那你是有告吗 还没有告 这个案子谁知道的 没有告没有告 没有告那早就好发啦 所以我们在作业中间 我们就没有再继续把这个人的身份给他弄清楚 所以你把案件摆在那里 没有进行 他就结果就 你要说要确认身份 要确认知数码 确认继承权嘛 对 那叫诉讼嘛 对 那不然法院给查 差不多 查到负责诉说 还能查资料就好了 还有法院 法院他不管那么多 他只管裁定跟判决两项 那坏者你们有过失都没有去进行 这个我们是有疏失 我刚才讲我们是有疏失 我希望你像这种情形 将来 既然这个荣民这么有诚意 有慈善心 要捐给这个家母中心 你们要罪数件处理 你不要在那边放着 不 我们只要说没有问题 我们决定会按照文字 那个自称他弟弟的确认身份 一直要他报资料 提供资料都没有出现 都没有出现了 所以因为有这个尾巴放在那边 我们就是意中不好处理 他也没告你们 他也没有 他可以提出确认继承权 对没有错 10年内都可以 他也没有 因为他有这封信 有这份资料来 我们就麻烦了 那如果他到时候又来告走 钱都发下去了 这个东西如果说确认是他 那以后还是按照民法中间的规定 该给他的部分还是要给 那其实不是交给家父中心了 他过了三年他就没有了 他换句话 他放弃这个三年 有那个公告 就是有 对对对 是这样子清新的 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不动产 这处理是蛮累的 你们要去怎么确认 尤其说有些要追回 你们这个退回我不晓得 现在追回这个不动产 就返还之数 有没有办过 在我的印象中 我看的案件中间没有 没有看到这个案件 对啊 这个太专业了 对 那你们有这个资格吗 就是替这个农民追讨财产回来 返还土地之数 如果我们 排除侵害之数 或是交还土地之数 有没有这个权利 我们如果是这个人的管理人的话 我们就有这个权利要协助出 对啊 所以我是希望你们赶快去清查好不好 对 这个老农民啊 这个不动产大概有很多 我觉得 你看像去年啊 就什么有黄金九公斤啊 六亿多的台币 外币更多了 外币有13万了 那些都好处理 那些都好处理 不动产199笔耶 不动产我们是麻烦社长 不动产是那些什么土地跟房子 对你要去了解 那个比较麻烦 有没有被窃赞 对 有没有被窃赞 不过这个不动产的情形 有没有共有 还有各种情形呢 要把财产弄清楚 是的 如果你不弄清楚啊 到时候 到十年以后被国库了 不是啊 就一直悬在那个地方 我们反而麻烦 我们有些不动产的处理 所以你们现在有没有专业人 是在处理这个吗 有 具有法律概念的 我们第一个是 每一个融副处都有专人处理 我希望你们啊 还有法律顾问 赶快去查明啊 去查一下 尤其不动产了 清查清查啊 该处理的 赶快处理 怎么样 赶快处理一下 是的 要不然子女方面啊 有继承各方面啊 要诉讼的话 也赶快做一个了解的 所以我现在发现你们做这个 非常非常辛苦 但是啊 责任很重啊 要你们要告啊 你们好像都没有在进行啊 不过有啊 后面有三百多件我们都提告了 十年中间 你说动产不动产 所有的遗产处理 遗产处理中间 刚才就讲确立遗嘱这一块啊 就是捐数最多 捐数最多 捐数都是有厉害关系的人抗议 所以你就必须要诉讼 确认 交给法院来处理 因为我们自己看那个也有点问题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会同意它的 尤其口寿遗嘱 口寿遗嘱是很紧急的啦 你们大家没遇到啊 口寿遗嘱这名笔有规定了 大概一千一百九十五条 这个大概没有看过啊 口寿遗嘱都没有 口寿跟蜜蜂啊 蜜蜂跟字笔很类似啦 那大概没什么 蜜蜂我们还没有 那你们给他们的格式是哪一些呢 我们是希望一个自身深厚的期许 一个比较温馨的一张表格 就自书的公正的 或是代理的 用这三种方式来处理 好 我觉得这个财产的问题啊 你们在这方面啊 可能比民间还糟糕耶 民间啊 比较好处理 你们啊 一方面你们只是一个法庭代理人啊 情况不是很了解的 所以可能处理的速度太慢了 要加强了 那加强 有需要的话赶快处理啊 是的 这个我刚才问了你一下 我就知道你个人可能对这个 法律没有很了解了 你要找那个法律专业的 好好来处理一下 我们每一个融服处都有聘一个法律顾问在那个地方 将来不能有像这个报纸说讲这样过失啊 是的 就闲置在那里 这样很不好耶 这个他的善心啊 也没办法被接受啊 这个很不好 我要改进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